据台湾媒体报道 夏天生意人黄嘉谦与夏克力的宝贝女儿 她与爸爸一同参演爸爸去哪第三季 因为外形可爱甜美 个性直率大方而爆红 广受观众喜爱 被封为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 有网友曝光长大版夏天的照片 原来是一名中英混血的少女 神韵与夏天相似 让网友更加等不及小公主长大了 网友与公子看到一段采访英国华裔年轻人的影片 并上传其中一个女孩的截图 认为该女孩长得和夏天极为神似 仿佛就是成年后的夏天 引来其他网友疯狂转发直说太像了 甚至有人看了觉得不舍 希望小公主别太快长大 但也有网友认为夏天长大后会更漂亮 更有趣的是 这个女孩在影片中还说 在中国人们会比较关注我 特别是我小时候 就像夏天穿越了时空在说话 据台湾媒体报道 夏天生艺人黄佳谦与夏克力的宝贝女儿 她与爸爸一同参演 爸爸去哪第三季 因为外形可爱甜美 个性直率大方而爆红 广受观众喜爱 被封为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 有网友曝光长大版夏天的照片 原来是一名中英混血的少女 神韵与夏天相似 让网友更加等不及小公主长大了 网友与公子看到一段采访英国华裔年轻人的影片 并上传其中一个女孩的截图 认为该女孩长得和夏天极为神似 仿佛就是成年后的夏天 引来其他网友疯狂转发直说太像了 甚至有人看了觉得不舍 希望小公主别太快长大 但也有网友认为夏天长大后会更漂亮 更有趣的是这个女孩在影片中还说 在中国人们会比较关注我 特别是我小时候 就像夏天穿越了时空在说话 那一看 我们下期再见 ura va 感谢观看